从改革开放到今天 中国已经走过了超过40个年了 在过去的40年时间里 国家经济腾飞 个人财富也迅速膨胀 无数富豪的造福故事 构成了当代中国的商业史 不同于国外的富豪贵族阶级带来传承 中国的富豪榜更像一个大舞台 舞台上整个站满的人 但是又没有人可以一直站在舞台上 这种人人都有机会成为富豪的大环境 是我国经济快速腾飞的重要因素 在富豪交替变迁的过程中 总是有一夜暴富的桥段出现 也有普通人抓到了适合的时机 吃到时代红利 成了富甲一方的企业家 这是中国富豪变迁的第三期 今天我们从几位女富豪开始讲起 专材迁科区分身主的鱼 各位老板好 我是资本家的邓威特 改革开放40年时间里 女企业家越来越多 从演艺圈的刘晓庆杨岚 再到桃花碧董龙珠 张音 女性企业家所取得的成就 已经是中国商业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 这一期就先说一说 同样出身人艺圈的女朋友杨岚 没错 就是你小时候看过的那个主持人杨岚 1990年 刚毕业的杨岚 成为了央视正大综艺的主持人 通过这个节目 认识了正大集团的一把手谢国民 在她的资助下 杨岚放弃铁饭碗 出国留学 留学期间 杨岚不仅认识了自己的丈夫吴征 还和东方卫视合作 制作了自己第一档电视节目 杨岚实现 在和吴征相处一年之后 杨岚结婚并回国 成为了凤凰卫视 杨岚工作室的制片人和主持人 后来这档节目改名为杨岚访谈录 通过这档节目 杨岚总共采访了超过100位 各行各业的大佬 1999年 杨岚离开凤凰卫视 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成功借客上市 但是阳光文化刚上升那几年 业务并不太景气 连续亏损了两年 说到亏钱 就不得不提鸡鸡计划 我们的赔钱之王冻干草莓 简直是无比坚强的利财产品 于是我们推出了新的产品 动动枪鸡爪 哥哥要玩了命的买啊 2003年 杨岚和吴征 开始对公司的业务进行调整 卖掉了电视台 和部分报纸出版业务 拓展了在体育方面的版图 而公司最核心的业务 是围绕杨岚制作的多个节目 社区 比如杨岚访谈录 2004年的时候 这档节目的广告收入 就超过了1000万人民币 还有和湖南卫视合作的天下女人 和浙江卫视合作的你好生活家 和北京卫视合作的人生相对论 和天津卫视合作的中国丽人 和旅游卫视合作的美丽目的地 还有和曾经的乐视网 合作的天下女人 以及独立制作的匠心团奇 探寻人工智能等等 业务调整的效果立竿见影 2004年 阳光文化的净利润超过了8500万人民币 公司总资产超过6亿人民币 杨岚本人的身家也因此 暴涨到了8.3亿人民币 最终在2004年 位列福布斯中国富豪榜162位 最近几年 阳光文化开展的新业务是围绕天下女人社区 建立的举阵 包括什么研究院论坛 APP 以及和悉尼迪翁合作的高端珠宝品牌蓝珠宝 杨岚本人的身家也从8亿人民币 暴涨到了70亿人民币 在2010年的胡润女富豪榜中 排名第20名 张音在2006年的时候 以270亿人民币的身家登顶富豪榜 这也是中国第一位女首富 张音靠废纸回收起家 最后在东莞 投资了1.1亿人民币 成立了九龙纸业 生产牛卡纸和瓦棱纸 可欧可乐 耐克 索尼 海尔 TCL 都是张音的合作方 张音打造产业链的方式简单高效 他先在美国成立一家废纸回收公司 把回收的废纸运回中国 然后生产再生纸和高端包装纸 再卖回给国际大品牌 因为中国用工成本低 政策上也比较支持这种搞回收再利用的企业 所以九龙纸业的产品在价格上很有竞争力 如今九龙纸业在国内有9个造纸基地 8个包装基地 这些是整个企业的核心 2008年收购了越南的正洋造纸厂 2018年收购了美国的4家纸浆厂 2019年收购了马来西亚文东的一家纸浆厂 这让九龙的业务遍布了整个东南亚和美国 生产的产品也从最初的牛卡纸 瓦棱纸 增加到了绝缘纸 办公用纸 双胶纸等多个品类 不仅如此 九龙纸业还拥有比较完整的物流体系 旗下有泰仓 重庆 东莞等三座自由码头 还有自己的卡车车队 2006年对互联网行业 或者整个通信行业来说是一个拐点 互联网泡沫的破灭 让整个行业的信任度都荡人无存 但就是在这种不利的背景下 依然有互联网通信行业的公司 可以成功在美国上市 这家公司叫做UT斯达康 你可能没听说过这家公司 但是应该听说过这家公司的创始人之一 无鹰 就是照片里和三举头聊天的大胡子 就算你不知道他这个人 也应该听说过一款就是小灵通的产品 这就是无鹰的成人之作 无鹰当今的江湖地位 源自于他之前漂亮的创业经历 他在26岁的时候 放弃了北京工业大学的教师职位 出国留学 两年之后进入著名的贝尔实验室 在这里 他认识了他的合伙人 薛孙和 两个人一起合伙 创立了STAR.COM 一年后无鹰回国 认识了同为留学生的陆宏亮 两个人把自家公司合二为一 成立了UTSTAR.COM 后来让无鹰和UTSTAR.COM 一飞冲天的小灵通技术 并不是无鹰或者公司自主研发的 而是渔航邮电局局长 在日本考察之后引进的技术 学名叫做PHS 后来这项技术被无鹰的公司直接买断了 刚刚买断小灵通专利的时候 UTSTAR.COM的资金比较紧张 需要融资 在薛孙和的牵线介绍下 无鹰认识了软银一把手孙正义 无鹰和孙正义只聊了6分钟 就敲定了3000万美元的融资 比投资阿里多用了一分钟 而孙正义能投资阿里 就是无鹰签的线 有着资金 小灵通迅速释放了自身潜力 依靠平价的中端设备 以及比几大运营商便宜一半的资费 迅速打开了市场 力压几大过有运营商 这也是为什么UTSTAR.COM 可以在2000年的时候上市 并且实现了股价超过27%的涨幅 成功帮助无鹰登上了 当年富豪宝的第19位 小灵通确实帮助无鹰风光了几年 但是小灵通的本质是一个过渡性产品 因为这是一项基于2G的通信技术 而当时3G已经在路上了 紧接着就是智能手机的时代 而且小灵通的通信是基于固化网络 信号差 覆盖率不高 虽然有各种潜在风险 但当时的无鹰显然被胜利冲锁了头脑 谁的建议都不听 一门心思的想告小灵通 2009年 工信部颁布了一则清退通知 直接给小灵通怕了死刑 无鹰对业务的调整太仓促 3G IPTV这些有潜力的方向 没有一个搞起来的 公司股价也大幅下降 最后无鹰被董事会踢出了公司 小灵通也在一片唏嘘中成为了历史 在那个遍地都是机会的时代 早期的地产大佬基本都是白手起家 靠一些机会和政策红利 赚到第一桶金之后才有了成为企业下的资本 前几期视频里出现了一些地产大佬 要么公司黄了 要么自己隐退 好像就没有人能做到鸡业长青 但我们现在要说的这位 恰恰都做到了 他就是世贸地产的创始人许容貌 世贸地产是一家市值超过640亿港元的上市企业 是国内排名前10的地产企业 销售额在2019年的时候就超过了2600亿人民币 2020年超过了3000亿人民币 而过去几年 世贸的扩张速度也很快 2018年拿地1615万方 2019年拿地近3100万方 2020年拿地近1600万方 至于世贸地产的楼盘 应该不用我过多介绍了 什么宾江花园世贸广场 看视频的老板们应该有去过的 也有可能有买过的 大概是因为在我们国内做生意 讲究闷声发大财 你会发现 许容貌手握这么大一个庞大的地产集团 却没有像许家印王健林那么有知证度 辨识度连碧桂园的创始人杨国强都比不上 许容貌的创业经历和其他地产大佬不太一样 做过中医世家的许容貌 居然是靠在香港做股票经纪人 赚到第一桶金的 32岁 便身家千万 后来许容貌拿了钱开始做实业 在香港和内地开过服装厂 但做代工厂赚不了多少钱 1989年的时候 许容貌乡证了房地产行业 在福建老家开发了一批地产项目 当时正好赶上了国内地产行业的高潮期 但是出于这市场的警觉 许容貌为了规避潜在风险 带着全家人跑到了澳大利亚 搞了一些海外的地产项目 1993年政策明朗之后 许容貌又回到了福建 立马拿了500亩地皮 投入2亿人民币 开发了一个度假区项目 1995年进入到北京 在北京房地产第一潮期 拿下10万平方米的地皮 开发了北京当年的著名楼盘 押运花园 1997年之后 世贸地产相继在北京 开售了华澳中心 紫竹花园 预警园等等楼盘 至此许容貌几乎拿到了 全程三分之一的高档住宅市场 2000年前后 许容貌通过收购 进入了上海房地产市场 世贸宾江 就是许容貌进入上海之后 开发的第一个高档住宅小区 随后许容貌又投入了20亿人民币 在上海开发了湖滨花园 房地产业务做大之后 世贸集团的业务突然到了酒店领域 最知名的项目之一 就是投资20亿人民币 建成的贸月大酒店 号称10年就可以回收投资 现在世贸集团不仅有地产酒店屋业 还有教育医疗人工智能等等 我在之前的视频里讲过 A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企业 他们仓股控股了众多商业公司 把自家公司变成了控股平台 比如之前提到过的东方集团 但最著名的 还得是鲁冠球的万象集团 它是和明天系 德龙系 复兴系 中植系 永金系等齐名的A股控股平台 截止到2017年 万象系仓股的A股公司 新三板上市公司超过了40家 参控股的港股上市公司有一家 其中复伐华一兄弟 广汽等知名企业 万象系的核心是万象集团 万象控股 万象三农 三家企业相互持股 再通过这三家公司 对上市公司进行参股和控股 迄今为止 万象系至少掌握了万象前朝 成德禄 万象德农 顺发横业等四家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并且取得了除券商以外的 所有金融牌照 看到这儿 你是不是以为 这就是一家靠金融企业的企业 其实万象是鲁冠球 创立的国内知名汽车零物件 生产商 前一段时间参加了 雷军华夏同学会的卢维鼎 就是鲁冠球的儿子 鲁冠球的发家史 和美丽创始人何享健 有几乎相同的开局 都是自掏腰包 召集了一帮同村的老乡 以公社的名义 组建了一个生产小组 何享健造风扇 鲁冠球是搞农机维修 1979年 鲁冠球因为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 决定砍掉其他业务 只搞汽车配件 而主力产品 就是汽车的重要传动不见万象节 一年之后 鲁冠球就依靠低价策略 把控了国内汽车配件的一大半市场 这也让鲁冠球的万象前朝 成为了第一家给通用供货的中国企业 1994年 万象前朝的A股上市 成为了第一家上市的相认企业 到2007年 万象前朝的总物本扩大了27倍 鲁冠球最牛的一点 就是能精准把握风向 从1999年开始 万象集团就在电动汽车领域投资了 到2013年 总共投入了50亿人民币 还拿到了工信部的电动汽车生产牌照 2014年 收购了美国混合动力跑车制造商菲斯克 2015年和广汽成立了合资公司 共同生产新能源客车 目前 万象集团在美国 德国 英国等十多个国家 拥有近30家公司 40家工厂 海外工作人员超万人 而且是通用 大众 福特 克莱斯勒等等 国际汽车大厂的配套合作伙伴 主导产品市场占有率高达12% 万象系之所以能有今天的规模 还是因为做汽车业务 积累起来相对比较厚实的家底 在改革看望初期 汽车和房地产一样 是拦到不能再拦到蓝的蓝海行业 但因为一些原因 跨国车企很快就占领了部分国内市场 所以国内的汽车行业 不像房地产行业那样 出现了那么多如雷惯而的大佬 但依然有一些值得一提 而且名号响当当的人物 各位老板可能不认识养荣 但肯定知道宝马的中国合资公司 华晨宝马 这就是养荣一手促成的 中国车企华晨汽车和宝马的合作 虽然都是干汽车行业的 但养荣的发迹过程 比卢冠球要刺激的多 他最早是靠炒股赚到了第一桶金 然后赶上了沈阳国企 金杯汽车的股份制改革 拿到了内部认购股份 成为了股东之一 后来的养荣通过一系列 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 成立了华晨汽车 并通过它控股了金杯客车 生产出了当时 名贯全国的金杯面包车 在那个还没有武林红光的年代 因为皮实耐用 价格便宜 金杯面包车成为了国民神车 拉货拉人都离不开它 因此也给当时的人们 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以至于到现在 很多年纪大点的人 只要看到方形的车 还管他们叫金杯 有了金杯客车的成功经验之后 养荣在汽车行业的动作 就更激进了 2000年的时候 通过合作方田野汽车的介绍 养荣接触到了一心 想本土化的宝马 双方一拍即合 华晨宝马横空出世 而华晨宝马 每年能带来40亿人民币的利润 与宝马合资成功之后 养荣还促成了金杯 与通用汽车的合作 合作生产了中兴皮卡 还接手了三江雷诺 控股了绵羊 新华内燃机集团 金杯和华晨 在养荣的手里越做越大 养荣的身价也水涨船高 但养荣在汽车行业里的 所有成绩都有一个大前提 这就是都是和国企合作才得到的 也就是说 养荣掌管的几家车企 并不是由他一人说了算 既然是和国企合作 那就必然存在很多红线 虽然养荣的激进做法 能够提升业务 但也很容易触碰红线 最终他得罪了他的合作方 养荣在2002年被彻底踢出局 只能跑到美国避风头 最近几年 养荣又回到了汽车领域 从零开始造电动汽车 2018年还亮相了两款概念说 好了 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其实做完这三期视频之后 我的心里 砸沉 实在在变 这些曾经光鲜亮丽的创业者 已经不太难待见了 这是一个追求 和独立的 自己的选择 有自己的工作方式 对于创业者的崇拜 也早已过时了 内卷 房价 商量通道 靠时代红利 迅速绝金的人 有什么好羡慕的 又有什么值得学习 如果你对这一系列视频 有什么想说的 也可以在评论区和弹幕交流 欢迎大家提问 如果大家反映热烈 我可能会考虑继续做下去 最后 最重要的 还是拜托大家多多点赞 投币收藏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我是久贝特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